香饰品 香膏 烟居焚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香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近年来 传统香品逐渐以文创产品等形式 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近日 走进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泰山的静香博物馆 混合着药草味道的淡淡香气扑鼻而来 清新而不黏腻 只见山西省太原市原香传统香品制作技艺 第五代传承人邢小秀 从罐中取出不同香料 配舞混合研磨 不一会儿 一个现香包就做好了 邢小秀的香品制作一直沿袭祖方记忆 运用古法治香 其高祖父从1858年胡庆堂香药创办 一直做止痛缓及香药膏 曾祖父则把香做成小颗粒香药丸 2004年开始 他跟随母亲系统学习传统香学知识 及祖方香药合合 我是在这个2017年 对于这个胡庆堂香药进行再次的复原 创办了这个原香社 就是继承这个胡庆堂香药 然后从1858年传承至今 主要就是用天然的这个各种就是树脂类 矿物质类 花卉类 动物类等等的各种天然香料 经过手工研磨合合 然后制成一系列 比如说这种屠夫呀 佩戴呀 熏燃呀 还有这个引用的这一系列的传统香品 研磨过筛 撑香合合 加水 活香泥 醒香 搓置香泥 打磨雕琢 酵藏 包装 共12道工序 所有的香都要酵藏 酵藏要至少半年以上 这个香性和这个效果会更显著 味道的层次感会更丰富 香韵更醇厚 作用于人体的这种效果也会更显著 酵藏之前做的成品需要7天吧 一周左右 其实每个步骤都很关键 就是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就是你比如说哪个步骤你有做的不好 你下面一个步骤就没办法继续 除了制作一些传统香品 仿照 复原制作祖传香珠 香饰品外 近年来 邢小秀不断寻求创新 现在就是跟国家图书馆合作 做那个全国首创DIY套盒 还有就是在这个文创呢 包括给那个山西省博物院 做的鸟尊香囊就系列 我们去年又结合做了一些香的画 就是把香 天然香料燃烧完以后 熏制的一些香 传统文式的画 它是从嗅觉和这个视觉的审美相结合 产生的这种就是符合现代 就是我们创新的一些产品系列 目前邢小秀有六名徒弟 在他看来徒弟好收 但培养一个好徒弟很难 首先你得有喜爱 有这个兴趣使然 而且在各方面资质方面 就是说你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在传承的这个就是飞移的项目 没有一个说是很快速的能得到成果 必须就是有耐心 作为一名飞移传承人 邢小秀觉得坚守此项目的传承是一种使命 他认为传统商品的制作 及运用发展前景可期 其实这个回报很慢 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后继勃发 就是它是积累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见一点点成效 但是始终我们都不会放弃 一直在就坚守自己的这块阵地